我过了一关了 过了一关一关一关 还有两关 出战成功 成功 也证明我们的战略是对的 事实证明周队长是没错的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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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肯定我不要捧杀 哎我们先去看一看这个孩子 哎我跟我不脸 那他他他刚才是 别找我麻烦放第一 ok 那这是他们后面两首 对我觉得我们想对这首 你觉得他们我也觉得他们会放 有可能啊 对他们一定要拿出最强的第二首了 要不然就2比0就没了 他们就没有胜算了 所以我们猜的都一样 disco 对应该是这样了 那我们呢我们这方面就要得 我觉得我想把这个放到这 我们第二个我爱他 我爱他是你们两位出战的 我们两个 我觉得也可以啊 用你们三个人的压咒最后 也可以 用这种相处放后的 是吧 跳舞啊 不要不要不要 我错了 我可不可以现场采访一下 这是要放大招吗 我们大招还得后盾呢 真是实际上 我可不可以现场采访一下 这是要放大招吗 我可不可以现场采访一下 我们大招还得后盾呢 我们是为了赢 这个是保险 漂亮 漂亮 董老师让我 跟我说准备了一个什么神秘道具 神秘道具 对啊 我也不知道 他说到现场看一看 董老师到现场就看 这首歌神秘道具 可能是可能让我一边唱一边 一边举个什么东西吧 有没有人是个假发让你 啊 神秘道具 哈哈哈哈 哎很好吃 我觉得但是试一下 试一下啊 这个这个如果你 这个就是这颜色你 如果你确定用的话 我会给你加工的 这个就是神秘道具 神秘道具神秘道具 就就弄的 真的 哇这怎么看 喂喂 喂喂 跟你的运动 喂收 冰箱 菜店 空间 电脑 就夹下去 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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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啊 不这个位置 不会但是就是你要 想一个帅的姿势把它放哪 这个地方是比较难 对 生命上就ok ok ok 叶老师 哈哈哈哈 我不是老师 我跟周周 完全是声线不一样 风格不弯 包括唱法都极端的不一样的两个人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我爱他会是什么样子 既然和周深一块合作 我希望能够把我自己的东西凸显出来 我也希望就是 我们两个呢能够互补 今天我要保密 我不能告诉我师傅 对让他有个惊喜 对 要给他眼前影响 我平时是什么样子 哦 不愿意 我平时是什么样子 我平时是什么样子 如果有一颗梦 美丽会把手都变成了 我面前的一颗梦 我往后 避回忆海中 振作成事一直等着我 有一段歌迹还在漂泊 对他唯一遗憾 是分手那天 我们真的眼泪 都停不下来 若那一刻重来 我不哭 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 我爱他 红红烈烈的风暴 我的梦狠狠 随我却不会忘 成为他 相信明天就是未来 他接近在这个名牌 用这个唱片上 如果还有遗憾 又怎么样啊 伤了痛了痛了 就能好了吗 曾经依靠彼此的肩膀 如今各自在人海流浪 我爱他 红红烈烈烈最疯狂 我的梦狠狠狠 随我却不会忘 逃不开 爱 夜深夜互相伤害 夜深的依赖 越多的空白 该怎么去爱 该怎么去爱 READ READ 让我尽管 我的光 从年最疯狂 我的梦 哼哼碎过 却不会忘 逃不开 爱越深越互相伤害 越深的依赖 越多的空白 我爱他 无忽力的最疯狂 如果 不得随我 却无非忘 成为他 相信明天就是未来 一切有多坏 都不肯醒来 该怎么去逃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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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太厉害了 我就看完这个表演 我想问你 你压抑的很久了吗 我 我真的 其实也一直说喜欢摇滚 然后做摇滚也没有 就真的在这个节目上面 展示自己的歌曲 所以这一次也特别感谢主持人他能陪我封一次 真的谢谢他 你是你师傅封麦之前的最后一个弟子 对 所以你要不要听听师傅对你这个表演的评价 好 小哥 刚刚这首歌真的真的很棒 两位啊 是说真的 如果是我唱这个歌啊 我八九成会找不到入口的地方 对 而且我听到他的声音啊 像你那种唱法 我会一直想吞口水啊 好像满膜喉咙的啊 这声音调配的很好 周深的高音在里面 真是达到了一种画龙眼睛的效果两个人 哇 而且这个节奏感很棒 我们听了都很自然的 哇 老先生都跳起来了 真的是 我觉得其实不用我说了 我觉得就就你看 周周现在唱完了以后这个表情 是过去的几集都没有出现过的 但这个表情就从周深的看不到了 还是我觉得他尝试了一点 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我觉得蛮好的真的 很满意很满意真的 你们两个唱完好 这杆子给了我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表情 给我解读一下 你刚刚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太猛了 挺震撼的给我 我没想到徐卫舟 后面他会有撕裂般的这个重金属的这种呐喊 因为这是非常需要嗓子的一个功夫吧 其实没有功夫 这个说来挺不好意思的 就这个其实是 这个其实是我上厕所的时候学出来的 我带了一下 我带了一下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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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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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门角装 开玩笑开玩笑 喜欢周深和许维舟的表演 请按一号键 喜欢周深和许维舟的表演 请按一号键 喜欢周深和许维舟的表演 请按一号键 五四三二一锁票 所以我们这一轮排出的歌 这两轮都不一样 风格都不一样 对 一个是优美 这一轮至关重要 如果B组可以扳回一城 就将最后的悬念 留到了第三轮 如果A组成胜 再拿下一轮 后面那一轮就是纯欣赏的表演了 哎呦 有点紧张 阿云嘎 在之前曾经透露过 他们最后的大招实际上是第三轮 所以他们有没有办法 把对手拖入最后的决赛的赛点呢 我们来揭晓 结果 好 我们也只差十四票 对啊 关系特别好 我们要恭喜B组拿下这关键的一场 来来来来 抱一下 恭喜恭喜 也没什么好等的了 也没什么好等的了 看完了司主 最后我真的心里面有一点害怕 因为除了他们都是非常有实力 演唱得非常好之外 那个包装也非常的 震撼精美 连站在前面跳舞的那个都很漂亮 您不会告诉我 刚才您就光看跳舞的 没有听他们俩唱歌 没有 我都把所有都看得很仔细 我们的歌 除了干冰以外 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选了一首非常好的歌 对 其实是我从第一期一直求到现在 我就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可是你们真的胆子有点大 因为这首歌的一半的原唱 今天就坐在现场 不仅是原唱 而且这首歌的曲也是他写的 对啊 你们真的胆子太大了吧 之前有说到是 阴天是华语经典的歌 但是我们选的这首歌 要说经典 从我脑子里面蹦出的第一首 就是这一首 那么到底是哪首歌 到底是什么歌 大家都开始在猜了对不对 秦深深请揭晓 非常感谢克勤老师 没了 没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它 在竞赛里面其实没有那么占优势 因为它不是那种 怎么样啊 有啊你有啊 但我觉得我们的高音 都是为了意境服务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静静 其实蛮难的 因为出头到尾都是合音 对 而且又是很碎的 对 然后别的歌 其实比较快就已经背下来了 这首歌就是对一个说广东话的人来说是比较难 所以就需要两个人的默契很好 然后我就尽力而为 是快的还是慢的 有一个音太长了 这真的就是时候的后长了一段 对 你从来的时候 那 那 ok 对 再试一下那个 来 来 来 排练听排一遍的时候 我被吓到 就把歌词又被组 然后普通话又唱得非常清楚 然后对这个歌非常熟 我知道我答应你唱这个歌 你不用这样夸我 没有 对 对 排练 排练习唱是跟在舞台上面排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是再认真地再多唱一遍 对 所以让大家好好听一下我们柯琴老师的普通话 那是一级棒 ok ok 好 你 如果勿练就是那回电话 爱怎么做 怎么错 怎么看 怎么来 怎么交而死生相说 爱是一种不能说 只能尝的滋味 失败以后不追不归 等到红年憔悴 爱情依然如此完美 等到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够体会 爱是一段六月天 飘下来的鲜花 还没结果已经枯萎 爱是一顶着不甘 受不吻的眼泪 还没凝固已经重回 等到青丝突起 她才出现那一回 等到红尘攥碎 她却让人双死双非 有谁懂那各种滋味 爱是一米五五天地 初爱的时候 那已经重放的玫瑰 爱是踏破红尘廊 穿求谁知音味 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首一首一次一次的轮回 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次一次的是非 交由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爱是一段六月天 飘下来的鲜花 还没结果已经枯萎 爱是一笔 错不甘受不吻 但眼泪还没凝固已经重回 等到青丝突起 她才出现那一回 等到红尘残碎 她才让人双死双非 有谁懂那各种滋味 爱是一米五五天地 初爱的时候 那已经尽风的玫瑰 爱是踏破红尘 望穿求谁知音味 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 不管在东南和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次一次的是非 交由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的轮回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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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轮回 爱是一段一段一次一次的是非 交流纪念才不能够 说再回 爱怎么错 怎么错 怎么看 怎么难 怎么叫人死生相随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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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情哥 你现在还紧张吗 送了 送了一口气 对啊 你满意吗 你一直都很希望去唱这首歌 我特别开心能够唱这首歌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唱这首歌的情况下 能够有华健老师在下面 觉得是个意外收获 谢谢 谢谢 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首歌的原唱的一半 我为什么说一半 另外一半是齐玉姐 还有一半就是我们的华健哥 而且这首歌的曲作者 就是周华健大哥 是 是 是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听听原唱怎么说 华健大哥 首先向你们两位 说一声衷心的感谢 那位不管怎么样的作品 怎么样的歌 都是要很好的歌 就把它发挥了 我曾经真的一度以为 我跟齐玉的合作 应该是天下无敌的 非常谢谢你们真的给了这个歌另外一个新的生命 感谢感谢感谢 衷心感谢 谢谢 所以我想衷心的告诉大家 你们千不要忘了我们是 一号音天 这个周深跟这个李克勤啊 你们两位 这个发挥了他们最擅长的这种 有一点又有很舒缓的这种柔情的实力 很能够打动人心 不得了 写了这么好的歌 被你们处理的如此的细腻 而且我刚刚讲漏了 他们两个第一个是 一个主音一个合音 第二段的时候是反过来 居然 哇还对调过来 很细腻的一个他们音乐上的安排 真的很棒很棒 我觉得这个歌你们发挥的好擅长很棒 分数绝对不会低 我一直觉得周深 在我心中他是 Peter Pan 身材像 Peter Pan 没有我的意思 因为他对音乐有一颗赤子之心 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正能量 而且他们两个的声音的搭配真的是 我还是那句话 天作之和 好棒 谢谢小七哥 谢谢 谢谢两位带来的精彩表演 谢谢 谢谢 科兴老师看你的咯 没有哪位小朋友 科兴老师 周深来的周深吧 来 来 显示你传出来了 你刚刚第五名 你要拿出点自己的尊严 我第几名 第一名 哈哈哈 科兴老师 学业学两遍了 你们可是跳过野狼迪斯科的 我会不会成为全场最高算 你看 踩不住 科兴行耶 你看 足球远 足球远 灵活的脚 好厉害喔 你看 你看 还借力耶 科兴无影脚 做这个 对 呼双 蛮 你会想还是想 好累了 我跟你讲 要给周深带给两厘米的锤 我估计一个都做不了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厉害 这个真的厉害 看下分数 有没有超微一奖 哇 9万多 哇你比我多 哇 哎呀